好 下面的话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PyTouch的调试 那么PyTouch的话 它是一个动态图啊 这样一个模型 所以它的调试能力的话 相比较于这样一个TensorFlow 或者是Keros这样一些平台来说 Keros实际上只是一个上层的这样一个API啊 那么我们和这个TensorFlow比的话 那么它调试能力是很强的 我们可以跟踪我们的这个计算图 它在计算的过程中的它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个调试能力的强弱或者是调试能力的高低 有些时候可以很明显地影响我们发现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 同时影响我们的这样一个开发的进度 那我们平时用的工具的话 主要是有这样两到三个工具 一个Spinal 另外一个的话叫VS Code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新出来的这个VSure Studio 2017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Spinal 那么Spinal的话那它的一个调试工具箱 表示在这一块 那么这个按钮的话是启动调试 那么这个它是单步的去运行 那么这个的话是跟踪到函数内部 那么这个的话是推出这个过程 这个的话是继续调试到下一个段点 那么这个的话是终止我们这个调试 那么在这边的话就可以观察我们的数据 那么这个Spinal的话 它对代码的这样一个调试能力相比 比较来说也是比较弱的 但是它的代码导航的力比 那个VSure Studio要强一些 这个并不是说那个VSure Studio它的工具不行 而是它对这个Python的支持 可能不是微软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好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Spinal的调试 那么Spinal调试 首先你可以在这边设断点 你比如说我要观察的数据是什么 在这个数据前面我设个断点 比如说我要观察这个数据 上击里面一个红点点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断点 好我启动调试 那么按这个Debug File 或者是Ctrl F5键 好我们按了这个Continue 那么它就会停在你的第一个断点处 那么我代步走 在这边的话我就可以观察 我这样一个变量的值 那么它的值是32类型是Int 单步的往下执行 往下执行 但是这个Spinal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是系统的一些复杂的这样一个数据类型 那么它就没办法进一进步的跟踪下去了 比如说我这个Trended Set 那么在这里它有Trended Set 它是这样一个数据集 它是一个对象类型 但是有些时候我想看一下这个对象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它进一步的跟踪能力是很有限的 好我们双击一下 虽然我们可以看一些基础的数据 但是 比如说 像这个数据集里面 我们有些时候想看图像的数据 或者标签的数据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很难观察到 但是 这个 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的数据 我们是可以观察到的 比如这个Download 那如果它这个函数内部就这个函数内部的一些一些的属性我们是可以观察的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GoTo定义 Minist GoTo定义 在它的初始化里面 它有这样一些是root transform touch train 等等 你看见没有 这样一些数据 那我们在这个代码里面是很容易观察到的 no Testify train train的指示 是处root 根目录是data data 等等 另外我们这个training file 但是这个training data 和这个training labels 在这里我们就没法观察到 实际上我们更关注的是关注这个东西 也就是我训练数据到底是什么 我训练标签是什么 什么数据 这个因为我们后面要用到这样一些数据 但是我们这个spot 它也没有这个能力 跟踪这些数据 我们再继续evole的执行 那么这是我们的net 那么在testflow里面 我们有时候很难跟踪到我们的model的里面去 但是在这个pytouch 我们很容易跟踪到这个model里面去 比如说我们进入这样一个model 待会去调试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像这个model里面 它的一些层 一些层 但是我们这个spot的话 人很难观察到这些层的数据 比如说save 这个第一个转积层 有些时候我们想看这个转积层里面的转积核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那么在这里 这个工具spot它没有这样的能力 没有这样的能力 那么对于对象类型的它都是很难观察的 很难观察的 因为我们这里的转积层一转积层二 它都它仍然是一个model 对不对 它仍然是一个model 一个字体列表 对不对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是应该是很容易观察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字体列表 上机以后 看这个窗口打开打开 你可以在这个窗口里面去看一看 我们到底要优化的参数是什么 那么这个形式的话 我们在上一个讲义里面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 在这里它没有没有显示啊 你可以自己自己来看一下 它这个窗口没有弹出来啊 窗口没有弹出来 好下面一次往下执行 好它没有执行完 好 跳出去 已经开始失恋了 好 做到 那么下面这个跟踪没有跟踪到啊 也跟踪到 嗯 说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个spider的话 对于这些复杂的对象类型的话 那么它跟踪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嗯 如果我们要详细的去跟踪啊 我们的这样一些对象类型 那我们就需要更强的这样一个调试工具啊 或者是调试环境啊 当然你用printer 有些时候也可以跟踪到啊 但是那个printer的话呃太不方便了啊 啊 我们调试一下 走一下 就是显示的有哪些数据 test跟踪进去啊 然后这边的 然后这边应该也是可以看到的 对不对 可以看到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data 啊 data 我们看一下data和target data是什么 target啊 又是一个 有一个张量啊 那么这个张量 对象类型的 它都 这个spider都没办法去观察啊 那 这是data data 这个变量 啊 打开了 这是我们的data data里面的话 有点 好 那么这是这个spider的这样一个调试 那么这个调试我就不讲了啊 因为它的调试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它是可以观察一些简单的数据啊 有时候我们在这里有triparamids 那么在这里面可以打印一下paramids 是什么东西 那么它里里这里面有这么样一些参数 根本有很多很多的参数 啊 不同的层 它的参数不一样 啊 不一样 好 下面的话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工具 这个vs2017 那么它的调试能力啊 不要是2017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绝大局限 啊 主要是微软的话 对这个patents力度不够 那我们很难 啊 在这里很难找到它的原码 比如说转到定义 它找不到 但是我们在这个spider里面 我们就很容易找到啊 它这个的话 它就可以找过去啊 一步步的 你可以找你的原代码啊 也就是说这个你 你跟踪你的原代码 那么这个工具是是相当好的 但是这个vs2017它就在这块要弱些 但是这个工具的调试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s2017的调试 就是设断点 设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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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前面spider的时候 是没办法看到这个数据 已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数据 那么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啊 ChainDataSense 我们跟进去看看 首先我们看它的形状 这个ChainDataSense是什么 shape 有没有它的shape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些属性对不对 ChainDataSense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可以看到吧 root raw fold 那么这些的话我们在前面都能看到 是不是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TrainData 那我们的TrainData是什么呢 就是设断集的数据对不对 设断集的数据是6万个样本 每个是28x28的 那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数据的话是6万28x28 是不是 但是我们转集成应该是多少 6万1x28x28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数据 你要知道这个数据 我们可能还要稍微做一些处理 做一些处理 好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样本 那么这总共是6万个样本 对不对 6万张图片 我们看第一张图片 好 第一张图片 这是第一张图片吧 是不是 第一张图片的话 它是一个28x28的 是不是 那么这里的话就有28行 那0到27 那么每一行的话有28列 那么这是它的数据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读在里面的数据 你就可以知道 这到底是一幅什么图片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touch里面 或者是我这个tensor里面的第一张 第一个数据 它的后 后面两个 看到没有 后面两维的话就是你的一幅图片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跟踪能力 跟踪能力 它不仅仅可以读到我们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变量的值 它还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图 它这样一个这样一些数据 好 同样我们还可以看我们的标签 这里面有标签 在这里暂时没有 DateSays 我们进DateSays里面去看 它里面应该有标签的 Train Labels Train Labels 同样的它有6000个标签 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第一个数据 是5 也说我们第一个分类 它就是05041 这是我们对应的图片的标签 图片的标签 所以这个开封工具对对象数据的观察能力 是很强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VS2017 来做平时的这样一个实验的调试 特别有些算法调试 那么你有些算法的话 你想跟踪一下这个执行的过程中 它数据的变化 来优化你的算法 或调整你的算法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些比较强的这样一些跟踪 啊跟踪的工具就有很大的优势了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调试 我们再看看它到底有哪些能力 哦够快了 是吧 带不走 Trainload 当然也可以看这个Trainload Trainload 有没有啊 Trainload 啊 那么这个Trainload 它是个美举器 对不对 啊这个也看不到 才是看不到 好我们继续 我们看这个这个 这个Net 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络 好 等一下这个刷新还是太慢了 用调试来说 我们看这个网络 那么Mod.net 对不对 这是构造吧 创建这个网络 我们跟进去 跟进去看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数据和前面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卷积层 对不对 好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卷积层的数据 Save 那这里有个卷积层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往下调 先把这几个先调完了再说 词画层 全连接层 我退出来了 好我们 退出来了这个Net还在对不对 Model还在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Model里面的数据 你看刚才在那里面看就最好了 Model 转积层 你看 这有这个转积层吧 好转积层 那我要看我的全重值 这里有一个Wayt 看到没有 Wayt 那我有几个卷积层 看第一个 10通道吧 有10个卷积核 对不对 5充5的 好这里就10个卷积核 我们看第一个卷积核 它的大小是多少 这是我们第一个卷积核 对不对 是吧 是的 好 这个卷积核 你看 它是一个5充5的 对不对 5充5的 那么这是它的第0行 一样的 你看一下它的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核的它里面的数据 你可以把它看到 Data里面的数据 就是它 当然你可以看上一层里面的Data的数据 也是可以的 这是它的Data 我们可以看到 我每一个卷积核里面的数据 这个的话是第一个卷积核对不对 那么这是它的Data 每一个都是这样一个Tensor 看到没有 五行五链 五链的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你直接可以把这些数据读出来 也就是说你如果给其他的工具结合再用 你直接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转积核里面这个权动值给shape出来 ImageShape把它给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你是可以实时的跟踪这样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Visual Studio 2017它的一个能力 我们继续往后看 你还可以跟踪其他的偏差的数据 你看它的一些属性数据 也是很容易得到的 全链层也是一样的 它的权动值是什么 它的权动值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看它的Data 它的Data 它的Shape是10 320的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10个 每一个的话是320 这个是它的数据 这320是个这样一些这样一些数据值 你可以把它读出来 这是Visual 2017的这样一个调试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踪我们的Model 执行的过程中的数据 来观察它 那么你 那你也可以很好的了解它的输入和输出 对不对 输入和输出 好 那么这是这个Model 当然如果是前向传播执行的过程中 你还可以观察这个X 一样的可以观察这个X 好 下面我们继续往下执行 当然GPU的话是很难调试的 一般的一般都不知识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Pyramid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Pyramid 我们的参数是什么呢 它是个字典列表 是个字典列表 这是底下应该有的 Pyramid 就是它 然后是个字典列表 有四个模块 每个模块 它有都是一个字典列表 这是第一层的它的一些参数 有全正延迟 它的一些参数 你看参数里面就应该是 位置偏差 学习的 学习的这样一个 不长 不长参数 举参数 等等 那么0 0的话就是我们的位置 应该是我们的位置 这个的话就应该是我们的偏差 是我们的偏差 Bounce 好 那么这是VS2017的调试 其他的调试部分 我在这里我就不讲 好吧 你可以跟进去 比如说我们跟进去看看 Model Train 每一批的数据是什么 这个Data 是什么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个Data 它是 你看 这一批的数据 可以变成32 1 28 28 也是说它这个时候的话 它已经做了一个变换了 通过这个Data load 它把这个数据的话 已经变了 原来数据集是628x28的 那么通过这个Data load 以后 数据变成32 1 2828的 那么就符合这个转移生键网络的 这样一个输入的数据了 那么这是第一张图片 第一张 这是第一个批 32个图片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第一张图片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Data 它的Data 这个 就这里面的数据 好 那么这是Pyta的调试 Pyta的调试 Pyta的调试 Pyta的调试的话 一个 跟我 因为我以前用过了 这样一个Keras Tensflow等等 我感觉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 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通过动态的去观察它的数据 可以更好的 加上我们这个模型执行的 这样一些理解 有些时候的话 我们通过模型的 而运行过程中的这样一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去调整某些参数 也就是说对我们挑战 带来很大的便利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可讨论的 这样的内容 希望的话 这个给大家未来的这样一个编程也好 或者是模型调试也好 能够带来一些参考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